哈囉 各位親愛的朋友 早上好 我是爸爸潮人 那今天的話是2022年的7月25號 禮拜一 現在時間是7時54分 美好禮拜一啊 應該是要這個精神飽滿的 但是我沒有什麼精神啊 我從禮拜五下午啊 請假回家之後就開始一直在整理 打包我老婆的東西 因為我們最近在在搬家 那禮拜六有有叫車過來嘛 結果我老婆東西 載了滿滿的三車 那個大車的話三車 小車的話一車 然後摩托車又載了二十幾趟 搬不完 搬不完 那我這幾天的話 就是幾乎都沒有在睡啊 都是在在打包 在打包老婆 因為他沒有打包哦 他沒有整理 好東西很淋散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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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必須要花時間整理 我幾乎都是 差不多忙到 然後 這個有點壞掉 它有點鬆鬆的 我幾乎都是大概做到 那個半夜的四點鐘左右吧 然後睡到 六點六點半 或六點 然後 然後再繼續弄這樣子 真的有點 身心俱疲啊 我這 這大概三天嘛 三天的時間 大概只有睡 大概 六個小時左右 所以現在 整個有點輕飄飄的 輕飄飄的 不過沒關係 我的意志力是很強的 我以前有跑過馬拉松 所以說 我知道 哪怕是一點點 只要有前進 總是會到達終點 就算我老婆的東西再多 滿山滿谷 只要我努力的 像愚公一樣慢慢的搬 一定會遲早把她的東西 給她搬完 OK 今天要上班 今天認真上班完 再回去秩序運動 大概還有三分之一 我老婆的東西還有三分之一 OK 先這樣子 舒服 各位朋友 上班愉快 拜拜